所以民眾黨內的這個退黨潮退坑潮 現在是柯文哲現在在頭痛 而且還有一個指標人物 蔡壁如 蔡壁如就是柯文哲最大心腹 蔡壁如的心情不好 又是另外一件事情 是什麼事情呢 剛剛我們看到是民眾黨的退黨潮退坑潮 現在柯文哲很頭痛 叫人家趕快去留人 還說要辦溝通會跟大家溝通 可是你會發現各地已經開始在退黨退坑了 那所以蔡壁如又是另外一種狀況 什麼狀況呢 蔡壁如你看他是接受另外一個媒體人的訪問 然後這個媒體人開車在蔡壁如回去的時候 蔡壁如在車上跟他發了很多的牢騷 那發牢騷的內容主要是什麼呢 他的意思就是說 他民眾黨的選舉的經費 是用他的這個不分區的立委的薪水來支付的 所以他的意思是說 很多東西都是蔡壁如自己先帶電 那他先帶電 然後所以他這句話我請問你 這是對誰不滿 聽得出來就他的這個不滿 感覺就是對柯文哲現在有不滿 對民眾黨現在處理方式有不滿 選舉經費都是由他先帶電 他這句話好像在暗酸另外一個人 他等於在暗酸說高宏安的這個攻擊金的部分 都是用處理的加攀費 用處理的高低薪高炮的部分 都可以拿去先電掉 反而是選舉的經費 蔡壁如他必須要用自己的薪水來先帶電 戶頭剩六萬 他說他戶頭只剩六萬 而且這件事情我們查證過 他說他確實戶頭真的只剩六萬 當事人自己也承認 那真的很慘 所以他自己自拋腰包 當然我們不 當然這個蔡壁如的財產剩六萬 這兩件事情 蔡壁如財產按照申報還是一千多萬 他是講他當立委的薪水戶頭裡面 只剩下六萬塊 不是蔡壁如只剩六萬 今天我看到有些人誤會說 他只剩六萬塊 想說怎麼那麼可憐 其實不是 他的財產歸他的財產 這六萬塊是他薪水 立委薪水的帳戶裡面 剩下六萬塊 所以另外一個媒體人聽到蔡壁如這樣抱怨的時候 才解讀說蔡壁如想要離開了 雖然蔡壁如這個接受另外一個人 這個我們說跟他的查證的時候 蔡壁如本身不願意承認說他要離開 但是呢 另外一個媒體人就想說 你明明就已經在車上跟我講那麼多 看起來就是不爽的事情 你就是一心想求去 那你現在還說你沒有要離開 而且最重要是在民眾黨內現在還有另外一個不爽 是不爽誰你知道嗎 就檢討敗選檢討到現在 他們黨內還有一股聲音是在不爽 現在的秘書長謝利公 為什麼檢討秘書長謝利公 很簡單 他們黨內很多人在抱怨說 謝利公一個月拿十五萬 其他人帶電錢帶電成這個樣子 謝利公一個月拿十五萬 做的事情看起來也沒多少 所以他們黨內有另外一個不滿聲音說 謝利公你一個月拿十五萬 沒有做多少事情 但是現在在選或在檢討的時候 都沒有檢討謝利公 檢討的不是柯文哲 檢討的就是蔡壁如 要不然檢討的可能會應付一下高嗎 因為你看蔡壁如都要用自己的薪水 結果那個秘書長一個月十五萬 是 那個秘書長一個月十五萬 那肯定 肯定不爽 所以仲將你從我剛剛所講的內容 你就會發現一件事 他們黨內覺得說秘書長 你這個有沒有十位素材的嫌疑 一個月拿十五萬 結果黨內在檢討敗選原因的時候 都沒有檢討到謝利公司上去 檢討的不是蔡壁如是講柯文哲 所以你看這個黨裡面 已經出現離心離德的狀況了嘛 所以才會出現現在退黨潮 退綱潮 很多人都覺得說算了 繼續這樣下去 我幹嘛再幫你打仗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 很多人在看柯文哲 現在看有人把他民調還做 還有二十五趴 二十幾趴 可是你要想說 如果他臺北市市長卸任之後 然後一段時間沒有舞台 而他的民眾黨 現在又是處於離心離德的狀況 各位 你覺得他現在這個民調制度 到明年還能夠維持有二十趴的強度嗎 坦白說我對這個是打一個非常大的問號 柯文哲突然暴怒 又炮轟藍綠 再要污國家的錢 到底怎麼回事呢 再來現在民眾黨 因為這個選舉之後成績不如預期 所以現在面臨跳船潮嗎 余湘君怎麼看 這其實柯文哲暴怒 我覺得也有機可循 大家再忍耐也沒有幾天了 這些警察局都說 我每天到你房間去坐 這些警察就心裡想 局長就說好啊 那我就準備三十杯咖啡 喝完就沒事了 所以柯文哲的暴怒是 他覺得我還能發火多久 我還有多久人家會關注我 我很快就沒有關注度了 所以他必然要暴怒 另外講到民眾黨跳船潮 這也是預期 因為當時民眾黨 在做二零二二選舉的時候 所有地方的這些議員 他們組了很多很多的群組喔 就只要你是藍營不提的 綠營不提的 全部來我這邊 所以你看民眾黨的議員 這真的是那個參選人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 所謂的 能夠說踏破藍綠也對啦 應該是藍綠 所有無法提名的 都到他那邊去了 所以這些人 他為了什麼 為了參選利益而入黨 那麼選舉結束說發現無力可圖嘛 我參加你民眾黨 我當時還不如用無黨籍選 跟他選得上 中共會嚇死 中共最大的敵人 是他們中國人自己 他們的維穩預算 比國防預算還高 那你讓他發現 阿傑瘋了 柵欄推倒了 人民團結 可以向統治者把權力拿回來 我告訴你 民主的滋味 一旦藏過 永遠不會忘